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,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,主要由于颈椎长期劳损,固执增生,或椎键盘拖出,韧带增厚,致使颈椎脊髓,神经跟扩椎动脉受压,出现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。 据统计,我国近1.5亿人患有颈椎病,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,颈邀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调查显示,全国60岁以上老人中,82%患有颈椎病,50到60岁人群的患病率为71%,而且颈椎病日趋年轻化,20到40岁的青壮年颈椎病患病率高达59.1%, 就连青少年也未幸免,为什么颈椎病会找上你?由于人们由于整天都忙于工作,忽略了预防这个细节,才导致了颈椎病的出现。 慢性劳损是颈椎病发生的主要原因,比如长时间低头工作,或用电脑,睡高枕头,靠在沙发上看电视,都会使颈部肌肉长期处于疲劳状态。 看看这些生活中的坏习惯你有没法? 不良姿势,翘二郎腿,驼背,靠在椅子上,歪着脖子,爬在桌子上午休。 这些不良姿势都会伤害颈椎,人的脊柱本是一条完美的生理曲线。 颈椎和腰椎前吐,胸椎后吐,长期保持不良姿势,比如低头,前吐的颈椎受到反作用力,需要用力抵抗来保持生理曲度,会牵扯颈颈周边的韧带和肌肉,产生酸胀疼痛感,令颈椎活动受限。 如果不及时究竟姿势,会进一步导致颈椎错位,增生,从而真正患上颈椎病。 长期面对电脑,现代人工作需要长时间面对电脑,脖子有时好几个小时,都保持同一个姿势。 当工作结束,少一转动脖子就卡卡作响,时间一长,颈椎可能出现疲劳,甚至错位导致椎间盘突出,颈椎病。 这里所说的压力,是指重物,很多人把手机挂在脖子上,喜欢被单肩包,而且塞得满满的。 脖子和肩膀可莫你想象的那么坚强,这会让颈椎和肩膀压力很大。 这些症状要注意,颈椎病除了有脖子僵硬,肩膀衰痛等症状,还会连累成身多个部位,并用一些狡猾的症状蒙地泥。 保持良好坐姿,腰背挺直,双肩后窄,双脚自然逐地,眼睛平时电脑屏幕,避免久坐。 工作每隔四十,五十分钟就起身活动一下脖子,抬头远望,避免损伤,抬重物时蹲下来。 保持腰背挺直,手臂尽量进贴伸起,积极锻炼,尤其是锻炼背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两、环境 一、环境